经 八年春王征月 送宫入曹 以曹伯扬归 无法我 下 其人取欢即铲 归诸子易于诸 秋七月 东十又二月鬼害 其伯过足 其人归欢即铲 传 八年春 宋宫伐曹将还 处诗子肥垫 曹仁够之 步行诗带之 公文之 怒命返之 遂灭曹 指曹伯扬及司城墙已归 杀之 无畏诸故将法鲁 问于书孙哲 书孙哲对曰 卢有名而无情 伐之 必得志焉 退而告公山不纽 公山不纽曰 非离也 君子为 不是仇国 为臣而又罚之 奔命返 死之可也 且服人之行也 不以所物废乡 今子以小恶而欲赴宗国 不亦难乎 若使子帅 子必辞 王将使我 子章及之 王问于子谢 对曰 卢虽无语吏 必有语弊 诸侯将救之 未可以得志焉 禁与其楚辅之 使四仇也 俘虽其 俘虽其境之 存 存亡齿寒 君所知也 不救何为 三月 无法我 子谢帅 故道显从五成 初 五成人或有因于无境田者 居增人之 欧奸者 曰 何故是无水资 即无师志 居者导之 以法五成 克之 王范常为之载 谈台子宇之父浩焉 国人聚 义子未景伯 若之何 对曰 吾诗来 私宇之战 何患焉 且照之而至 又何求焉 吾诗刻东阳而尽 赦于五无 明日 赦于残世 公宾 公宾 公甲 公甲 公甲书子与战于夷 或书子与西诸除 献于王 王曰 子同车 必使能 国未可忘也 明日 赦于庶 遍赦于四上 威虎于萧公王舍 私主图七百人 三涌于墓亭 足三百人 有若欲焉 即济门之内 或未济孙约 不足以害无 而多杀国士 不如已也 乃指之 无子闻之 一兮三千 无人行成 将蒙 景伯曰 出人为颂 义子而食 西海而窜 由无成下之蒙 我未及亏 而有成下之蒙 是弃国也 无清而远 不能久 将归矣 请少待之 服从 景伯父载 躁于来门 乃请誓子符合于无 无人许之 以王子孤曹当之 而好之 无人蒙而还 其道工之来也 即康子以其媚弃之 即位而逆之 即房侯通言 女言其请 福感于也 其侯怒 下午月 其豹目 帅师罚我 取欢及禅 获赞胡姬于其侯月 安儒子之党也 六月 其侯杀胡姬 其侯使如无请师 将以罚我 乃归诸子 乃归诸子 诸子又无道 无子使太宰子于讨之 见之以吉 使诸大夫奉太子阁以为正 修及其平 九月 藏宾如如其立蒙 其驴秋明来立蒙 谐递鹇逆 嫌逆 其谐 故义宾如其公子 诸如有马迁圣乎 公子诉之 宫为豹子或赞子 子孤居于鹿以察之 若有之则分事已行 若无之则凡子之所 出门 十以三分之一行 半道十以二胜 吉禄 俊之以入 遂杀之 冬十二月 其人归欢吉产 祭祭必顾也